好 最近連線帶你來看到 今天下午三年左右 新北市盧州區吉賢路 捷運徐惠中學站旁邊的捷運工地 突然冒出了火光 疑似是施工的時候呢 挖破了瓦斯管線 嚮嚮情形 請記者劉佩婷帶我們掌握 佩婷請說 小主播 就在今天下午三點左右呢 新北市盧州區的吉賢路 也是在捷運徐惠中學站的旁邊 這個工地呢 就突然冒出了火光 其實這個火光呢 有一度是相當的大 也嚇壞了路過的民眾 而根據了解 疑似是施工的時候 挖破了這個瓦斯管線 至於警銷呢 也拓得消息 緊急到場警戒處理 也進行封路來實施交通管理 至於事發原因呢 也有待調查 而根據最新消息呢 即便事發是在新北環狀線 但工程負責單位是台北捷運 台北捷運回應 是現場在進行 遷移污水管的工程 要埋設新的污水管 目前管線已經出來 正在準備打設這個鋼板作業 疑似是因為這個打樁鋼板 擠壓到土壤 導致瓦斯管線錯位或破裂 那以上是現場 掌握到最新消息 再把時間盡頭召喚捧內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